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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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今天的 腦令令 我是主持人Leky 我是主持人High咖 High咖 你有沒有覺得最近台灣大學 越來越國際化了 沒錯 好像越來越都陸生參與了我們現在大學的生活 對 沒有錯 就是最近這個海峽兩岸的交流 非常的比較頻繁 越來越頻繁了 你這個是到底是什麼 這麼隱秘怎麼被你注意到了 因為你一直在手上 來 我要介紹一下 第十二屆海峽兩岸知識競賽 我前幾天有幸在 北京的央視參與這個節目的錄製 有那麼一點厲害啊 那你有收穫嗎 還好 那剛好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也是有一點類似這個知識 有這個意志的節目就對了 而且剛好也是這種海峽兩岸 一邊是我們的台聲 一邊是我們的路聲這樣 喔 是這樣子喔 那我們馬上來歡迎我左手邊的隊伍 福爾摩莎隊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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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自我介紹一下 GoGo 來自哪裡 台灣苗栗 台灣苗栗 很腼腆 來 第二位 阿宇 台灣台北 台灣台北 來 第三位 我是台灣台衝 來自台灣台中的阿傑 好 這是我們的隊伍 集結各的縣市的精英 好不好 好 沒問題 我們這一邊絕對不輸你們 好 這邊是東方民族隊 歡迎 歡迎 來 第一位 歡歡 來自美麗的江蘇 來 美麗的江蘇 好 人長也是滿美麗的 謝謝 第二位 我來自摩都上海 上海 這面題第二位叫做貝貝 剛才問你講的 第三位 依淳 對 我跟東方民族來自同一個地方 上海 上海是不是 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我們第一階段 比賽規則 第一階段比賽規則 本階段共八題 題目均為傳播領域相關之選擇題 比賽才搶答制 當題目念完後即可搶答 參賽者五秒內需作答完畢 答對得五分 答錯換由另一組作答 題目念完後 五秒內若無人作答 則主持人公佈答案 那相信兩隊都有了解了吧 進入我們今天的第一題 請看題目 請問 下列合者是美國時代週刊 票選出2012年年度十大爛片的榜首 A. 雲圖 Cloud Atlas B. 亞伯拉和林肯 吸血鬼獵人 Abraham Lincoln Vampire Hunter C. 好運大作戰 What to expect When you are expecting D. 頭號冤家 One for the money 請搶答 OK 是我們的福爾謀殺隊率先掀持的點 獲得第一次答題的機會 那請告訴我你們的答案 答案是 答案是 謝謝鬼獵人 恭喜答錯 我們剛剛名字會馬上又想到答案了 來 答案是 恭喜答錯 兩隊都答錯了 沒有錯 那其實這一題的答案呢 是 A. 雲圖 Cloud Atlas A. 雲圖 美國這個時代週刊 票選 2012年年度十大爛片的榜首 好不好 大家回去可能可以去看一下 不想看了 這都爛片 一部比一部爛啊 真的 OK 那大家不要氣餒 雖然兩隊都沒有答對 那我們馬上 進入第二題 沒錯 現在請看第二題 瓊瑤是台灣著名的言情小說作家 以及影視製作人 請問 下列哪一部電視劇 並非瓊瑤的作品 A. 煙雨萌萌 B. 蒼天有淚 C. 煙花三月 D. 雪柯 搶答 東方民族又搶到了 來 答案是 C. 煙花三月 恭喜答對 答對了 沒有錯 那剛剛第二題是由我們的 東方民族隊答對了 沒錯 那福文族隊加把勁 後面還有很多題目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題 請聽題目 請問 A. 美國直籃 詹姆斯 LaBron James 搶答 東方民族隊 說出你們的答案 D. D. 你們的選項是 錯的錯的 NBA美國直籃 LaBron James 是的 答對了 沒錯 答案就是這個 D啊 NBA的 D. LaBron James NBA前鋒 LaBron James 是2013年度卓越表現獎 的得主 沒錯 東方民族隊很厲害 非常厲害 連下兩成 看來我們台灣隊好像不怎麼樣 你不要這樣講 我們還沒發揮 我們在暖機 暖機暖得有點久了吧 我們是後半場的那種 後半場那種型的球員 那我們還是給他第四題的機會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四題 請聽題目 近年來3D電影未為風潮 請問 下列哪一部電影不是以3D的形式製作 A. 玩具總動員3 Toy Story 3 B. 阿凡達 Avatar C. 龍門飛甲 The Flying Swords of Dragon Gate D. 浩劫奇蹟 The Impossible 準備好了嗎 請請搶 這次是由我們的浮火摩擦隊 來 請告訴我你們的答案 A. 玩具總動員3 A. 玩具總動員3 A. 玩具總動員3 你有看過嗎 沒有 沒有那你怎麼敢選 好究竟這一題的答案 是不是這個呢 答錯了 答錯了 很可惜這題不是 來這次換東方名罪獲得我們答分的機會了 D. 請問答案是再說一遍 D. D. 是 就是D D. 浩劫奇蹟 錯錯錯錯 正確嗎 A. 答對了 恭喜答對 這一題答案就是D. 浩劫奇蹟 浩劫奇蹟 浩劫奇蹟是改編 發生於2004年南亞大海笑的真實災難故事 對啊 由靈異古而願西班牙著名導演 是以2D形式拍攝的作品 喔原來是這個樣子 各位有看過嗎 沒有 沒有看過 OK 那現在D. 浩劫奇蹟 你看過你還答錯 四題了對不對 這麼快 對沒錯我覺得 我們要來讓他們知道一下他們現在的分數 分數 那現在分數是如何呢 分現在的分數是 浩劫魔殺隊是 0分 那東方民術隊呢 是5分 不要哭了 5分 15 15分 15分啊 這主人比較兩光 來台灣來的 我不小心看到 這個 沒有15分 沒有錯 你們領先的 有一 微幅的差距啦 微幅的差距啦 你們是 先讓你們 給你們一些 敬一下地主之儀 讓你們一下 長一點甜頭好不好 那我現在第五題 我們一定會再對的 好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第五題 請看題目 請問 中國好聲音這節目的靈感 源自於哪一個國家 A 美國 B 英國 C 德國 D 荷蘭 請 下答 OK 是我們的 他們搶到也不一定會答對 欸 我看他們一直有在討論 決定好你們答案了嗎 是 荷蘭 你的答案是 豬荷蘭 D荷蘭 是嗎 確定嗎 我問你而已 確定嗎 確定 OK 那究竟這些答案是不是 荷蘭呢 答對了 沒錯 中國好聲音這個節目的靈感呢 就是源自這個 荷蘭一個歌唱的真人秀的節目 原本他們在荷蘭叫做荷蘭之聲 原來叫荷蘭之聲喔 這麼酷 對對對 所以這個中國好聲音嘛 中國好聲音 有沒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有有有 有有有 終於破蛋了 終於破蛋了沒有錯 那繼續加油好不好 沒問題 好 我們馬上來看第六題 請聽題目 日本話題夯劇半澤直樹 已經成為本世紀以來最高收視的日劇 請問 半澤直樹的小說原著是誰 A 東野貴吾 B B 池井護潤 C 山崎瘋子 D 中川崖野 請請答 欸 東方明珠隊又想到我們這次了 是我們吧 沒有喔 沒有喔 哪是我們 哪是你們 給他們他們也不一定會答對 答案是什麼 B嗎 B B B 是嗎 欸答對了欸 鄭姐就是B 很驚訝 好像你們也不是很驚訝 你們有看過嗎 有看過半澤直樹嗎 排除法 排除法對不對 排除法 喔 優秀的一定用排除法 所以你是聽過這個名字就對了 喔好 那我來講一下 日劇半澤直樹是改編至植木獎獲得者 池井滬潤的人氣小說 我們是泡沫入行主 我們是花樣泡沫主 啊沒錯 半澤直樹最近真的很紅 十倍奉還 十倍奉還 百倍奉還 沒錯 那剛剛提到那個東野龜吾呢 其實是寫這個推理小說的 推理小說 也是很有名 他也是日本很多文學獎得主 那大家回去的時候可以 多看一下 多看一下好不好 搞不好你們就可以搶到分了 那我們馬上來緊接著下一題 第七題 請聽題目 請問 下列合者是2013年葛萊美音樂獎 Grammy Awards 流行類的最佳流行歌手 A 艾戴爾 Adele B 凱莉·克萊森 Kaley Clarkson C 卡莉·瑞·吉普森 Carly Ray·Jipson D 凱蒂·佩瑞 Katy Perry 搶答 喔 沒錯是我們的福王摩殺隊 沒有討論 心中很篤定的是嗎 請告訴我你們的答案是 答案是 A 艾戴爾 A 艾戴爾 阿傑好像有其他的聲音喔 內部有點爭議喔 你覺得答案是多少阿傑 還是你有別的答案 講啊 你不要 不要把 C吧 應該是C是嗎 可是我們由第一個作答為主 不好意思阿傑 那究竟這一題答案是不是艾戴爾呢 答對了沒有錯 就是這個艾戴爾好不好 艾戴爾呢以這個 Safe fire to the rain 一曲獲得 2013年葛萊美音樂獎 流行類的最佳流行歌手獎 對 那艾戴爾的這個歌聲真的是 很特別阿很魂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大概是這樣子吧 你這個是很怪 很怪嗎 這是很怪好不好 這我不曉得再聽這個奇怪的歌聲了 沒錯 我們馬上進行下一題 請聽題目 請問 電影羅馬玉場的男主角阿布寬 素有何種臉之稱 A 塑料臉 B 美乃滋臉 C 醬油臉 D 醬料臉 嗯 請講答案 東方明珠隊 來 讓我們聽聽看你的解釋 你的解答 B吧 答案是 B 答案是B嗎 美乃滋臉 怎麼這麼奇妙 答案對嗎 答錯了 為什麼我說美乃滋臉露出了奇怪的神情呢 答案不是美乃滋臉一樣嗎 我們先來聽聽 霍夢珠隊怎麼說 好不好 來霍夢珠隊你們的答案是 C 醬油臉 醬油臉 為什麼會選這個答案 為什麼會選這個答案 因為我有看過我記得好像 好像是醬油臉是嗎 哇阿姊很會記得一些奇怪的東西耶 那我們來看看 這一題的答案到底是不是 C 醬油臉呢 答錯了耶 恭喜答錯 其實不是醬油臉 但是是一字之差啦 其實是我們的答案 D 醬料臉 為什麼是醬料臉呢 因為日本以調味料來歸類男人的臉 像洋人的叫醬料 其他還有像番茄醬醬油味噌 很奇怪的形容方法 對耶這個大家可能回去可以看一下 到底這個番茄醬是形容什麼人啊 醬油臉啊 醬油臉啊 對對對 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 這還蠻有趣的啦 對 我看到兩對這個臉上 有露出眷容的感覺 有眷容嗎 有 有好像有一點眷容耶 沒錯 我覺得他們腦袋可能需要 一點點充電的時間 對沒錯 那我們馬上進口廣告 馬上回 休息一下喔 走 就是一個小社會 因為你開始要為自己人生的方向做決定 真的是為自己的未來的日子 有機會去學習一件東西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很努力的去學習 千萬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 就來到這邊能夠遇到這麼多好人好事 進行這個系 然後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保持自己的初衷 然後往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去做努力 所以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就是要去爭取 很幸運 精彩 Estalent 歡迎回到我們Now Rolling的現場 那我們馬上來聽一下 第二階段的比賽規則 第二階段的比賽規則 本階段共六題 為傳播領域相關之VCR題 才搶答制 由主持人先出題 再進入VCR VCR結束後 主持人唸出該題選項 參賽者即可搶答 領先隊伍答對得五分 落後隊伍答對得十分 這一階段的比賽規則比較特別 嗯 比較特別 特別在哪 可以讓落後隊伍有逆轉勝的機會 所以是 我們台灣隊伍有逆轉勝的機會 福福沙隊 福福沙隊要這個加油 好不好 多多打題 不會 就算不確定也是要那個 馬上進入我們第一題的VCR 吃中心 正好 你這麼自信喔 你打啊 呀 小巧 小巧 你怎麼了小巧 你叫你叫你 我輸 好的 第一題 請搶答 答 沒錯 就是我們菩薩莫殺隊了好不好 好 沒問題 來 請告訴我你們的答案 A 快樂 A 快樂 快樂 為什麼會想選這個答案呢 會不會從影片當中 發現 發現一些線索是嗎 對 那我們來看看這一題的答案究竟是不是A快樂呢 答錯了 恭喜我方方名作又獲得了我們回答的機會了 你們想要選項是 C 憤怒 C 憤怒 等等等等 你們是想要選C呢還是選憤怒呢 因為 B 是憤怒 C 是悲傷 好像不是憤怒喔 憤怒 B 憤怒 B 憤怒 你們覺得憤怒的傳播比較快 所以 到底對不對呢 答對了 恭喜答對 我們的研究發現 微博用戶容易轉貼自己朋友發出的憤怒新聞 而其中大多數與中國社會或外交問題有關 那我們緊接著馬上來看看我們第二題的VCR C 憤怒 C 憤怒 沒錯 C 憤怒 C 好 我們馬上就看完了這個VCR了 沒錯 我們現在問的問題是 世界上最早嘗試動態攝影 並將連續拍攝奔馬照片 投射在幻燈屏幕上的人是 A 馬來 Mairus B 尼埃普斯 Nipers C 戴蓋爾 The Gair D 木布里奇 Murbridge 請搶答 又是我們不會磨殺隊啦 又是你們磨殺隊啦 搞不好等一下就輸了 我們落後嘛好不好 來 請告訴我們你的答案 C C是 答蓋爾 Dagger 究竟這題答案是不是C 答蓋爾呢 答錯了 嘿嘿 馬上就晃我們了 請問你們的選項是 B 錯 B 尼埃普斯 請問是正確答案嗎 也答錯了 也答錯了 答案是D 喔 差點破音啊 D 1872年 最先將照相法運用於連續拍攝的為 英國天才攝影師 木布里奇 答案是 木布里奇啊 其實這題是有一點難度啦 這題真的有難度 答不出來真的 不要緊啦 回去我們多 不要緊啦 多翻閱這些相關書籍 我相信可以做 對對對 你們要趕快把握住機會啦 OKOK 沒剩幾題了 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進入第三題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題的VCR 先生先生請問你覺得這次電視金鐘獎 哪個節目會得獎呢 腦 rolling 超好看的 我有看 我有看 應該是腦 rolling 吧 我跟你說 昨天腦 rolling 超好看的 腦 rolling 應該還蠻有希望的吧 這次腦 rolling 超好看的 我知道我要看 應該得名的 應該是 腦 rolling 吧 好 謝謝 好的 在傳播理論中 選舉時許多選民 喜歡將自己的票投給他自己認為 或是媒體宣稱 比較容易獲勝的候選人或政黨 那不是自己 而不是選自己喜歡的 藉此提高自己 與贏家站在同一邊的機會 這種理論我們稱之為 A 樂隊花車效果 Bandwagon effect B 沉默螺旋效果 Spiral of silence C 框架效果 Framing effect D 浴室效果 Priming effect 請搶答 這一次是我們東方明珠的宣持得點 這題真的很有難度 來 你們誰要回答呢 我來 歡歡要回答對不對 請問你的答案是 A 樂隊花車 樂隊花車 你在哪裡學過這方面的理論呢 有上過課 有上過課 聽起來是蠻兇有成竹的喔 那究竟對不對呢 答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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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題呢 在傳播研究中 這稱作樂隊花車效果 是一種社會心理的狀態 也是一種宣傳的技巧 常被稱為從眾 代表人類害怕在社會中被孤立 因而向社會其他多數靠攏的一種過程 好 OK 那我們馬上進入第四題 請看PCR 雑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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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A 芭蕾舞 B 国标舞 C 现代舞 D 流行舞 我还没说秦桥 我还没说秦桥 秦桥 秦桥 C 现代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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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这题答案到底是C 现代舞呢 第二阶段的题目稍稍有点难度 对他们脑细胞的消耗有点剧烈 有点剧烈了吗 没错 我们马上进个广告回来 休息一下 我们四者特别门体跟生物团体 你太厉害了 搭你先спwoman 你自己家憂 不用辨 保持健保 吃什么 好的 我们第二阶段快要结束了 快要结束了 我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的比分 比分如何呢 领先的依旧是我们的东方明珠队三十分 那我们稍稍落后的是我们的福尔摩沙队二十分 没关系 也才落后十分而已 没错 那我们话不多说 赶快进入我们的第五题 请看VCR 你确定会把我把信交给他吗 当然啊 我办事 你放心 谢咯 那我先走咯 慢走啊 哇塞 还真是文情并貌啊 嗨 正好 我有一包信号结黑了 你可以帮我搭给他吗 好啊 什么啊 我好像忘了在 所以你就直接跟他讲说 那个瑞喜欢他很久了 问他那边跟他在一起 这样好了啊 好好好 我就这样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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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有没有跟瑞在一起呢 好的 守门人理论是一种对于讯息传播者的研究 接受大量的讯息后 常因为主观因素筛选掉不必要的消息 只将他们认为必要的消息传递 那我们的问题是 守门人这个词呢 是由谁提出来的 A 怀特 white B 拉斯威尔 Laswell C 李温 D 赫尔 ho 请抢答 OK 是我们的符合文杂对 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A A 怀特 是吗 还可以改 还可以改 快 给你五秒钟 5 5 4 3 2 1 答案就是怀特了吗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题的答案 究竟是不是A 怀特呢 答错了 来马上看我们美丽的欢欢 美丽的欢欢 你对这一题有什么见解吗 你觉得答案是多少 B吧 答案是B 请听解答 因为这题真的有点难度啦好不好 那这一题的正解呢 其实是C 李温 李温 对 守门人一词呢最早有李温提出 李温 后来 怀特才将这个词呢 用在他对于传播者的研究上面 所以李温 怀特都跟这个有关 对但是最早提出守门人这个词的是李温 所以GoGo也算是有一点理解啦 对对对对 答对一半好不好 答对没有分 没有分 你在我心里已经100分了 哦 最后一题咯各位 注意是最后一题咯 对请加油 好不好 第六题 请看VCR 在这一类作品里 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 压缩 垂扁 拉长 魔力 把它拆开 用力龙 折来切叠去 为了试炼它的速度 密度 和弹性 我的理想 是要让中国的文字 在变化各处的具体中 交响成一个大乐队 而作家的比 应该一挥百印 好 看完VCR 马上进行最后一道题目了 各位 请问 影片中的哪一段话 是下列哪一位作家的文学观呢 A 余光中 B 胡适 C 沈从文 D 正愁语 请抢答 好啦 这是最后一题了 请告诉我你们这题的答案 是 胡适 B 胡适吗 什么 对胡适很有研究是吗 没有 没有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一题的答案究竟是不是 B 胡适呢 没错了耶 胡适胡适 中方明珠队 请问你们觉得答案是什么 A 余光中 B 胡适 C 沈从文 D 正愁语 看来他们是有听没有懂 你们觉得答案是什么 给你们三秒 三 二 一 A A 是余光中 究竟这题的答案是不是余光中呢 究竟是不是呢 答对了 恭喜答对了 正解就是A 题目中的话是出自余光中的原文 这类作品指的是逍遥游鬼语这一类的作品 充分表达他的文学观 哇这一题真的是很有文学素养的人 余光中是我们文学的一代巨播啊 没错没错 那这一题真的是需要有很深的文学素养的人才可以答得出来 对 其实这一题是有点难度的 真的有点难度 第二阶段真的有点难度 没有关系嘛 我们只是刚好这一题没有答对 相当的优秀啊 相当的优秀啊 本阶段的题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好不好 全部结束了 那这次的比赛也是很激烈啦 也是激烈又精彩啊 那最后的比分呢 最后的比分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的 对 没错 东方明珠队35分 符合梦沙队20分 没错 那获胜的就是我们的东方明珠队 那符合梦沙队也不要气馁嘛 对不对 不要气馁 输可以再赌 输就要多赌 没错 我们还有下一次的比赛 我们可以再回去多专研一些知识 那我们捐土重来再雪池好不好 嗯 没错 那马上欢迎我们的奖品 两万美丽的小姐好不好 来来来 我们的奖品是什么呢 是一个造型非常好看的马克杯 众多十二生叫纪念马克杯喔 哇 这个真的是蛮棒的 总共有三个对不对 有这个羊嘛 对不对 有鼠 还有猪 好 我们赶快颁奖好不好 赶快颁奖 没问题 请出列 来来来来 来跟我们领奖 来 欢欢 来来来 请出列 恭喜获得 猪 来来来 这个马克杯送你 OK 好 一串 一起喔 还有一只鼠跟一只羊 你们要哪一个 羊 你要羊我就给你鼠 欸 谢谢 好 我们今天激烈比赛就告一段落啦 没错 有点难过啊我觉得 有点难过 有点难过 但是也很精彩啦 也很精彩也很开心啦 其实 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大家还是获得丰富的知识嘛 没错没错 那我们符合大队 衰败有荣 衰败有荣 没错没错 因为答题也是很精彩啊 那我们应该白死干头更进一步嘛 没错没错 这一次胜不交败不得 就算赢了 还是要继续增长知识 对不对 好的 那希望 下周同一时间 大家一起收看 努力